好像昨天晚上 湯宇的律师其实有改口说 没有运输这件事 没有从国外回来这件事 那是从哪里 那他为什么要这样改 突然这样改口 因为我们处理毒品案件的时候 有一个很大的重点 叫做减刑 你从新北市到台北市都叫运输了 你只要把毒品交付给别人 基本上除非你是无偿 不然都叫贩卖 你对当事人最好的方式 就是帮他争执减刑 法定上有两个减刑要件 第一个是自白 如果你在侦查跟审判中 都有承认你做的事情 那基本上你可以减一次刑 那另外一个就是所谓的供上游 就是你只要供出毒品的来源 因而查获其他正犯或者是供犯的话 你也可以减刑 所以为什么汤宇的律师要改口 有可能他们就是打算要供上游减刑 其实大麻这个议题 近几年在台湾就是越来越红 那大家都知道西史大麻有罪 可是他到底犯的是什么罪呢 依照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第二条 大麻目前在台湾就是二级毒品 所以他是毒品的一种 那毒品犯罪有很多种嘛 基本上吸食跟持有就已经是犯罪了 更何况你如果有转让那个贩卖制造运输等等的 就更重了 所以我们今天就想来讨论一下 西史大麻到底有什么罪 施用二级毒品的话是三年以下 那如果你持有的话是两年以下 那这两条罪是不同的罪 可是他有一个必然的关系啦 就是你有西史基本上你一定会有持有嘛 你不会是隔空西史 通常你有西史你就会被论持有 但这两个只会判一个刑而已 施用会吸收持有 我们法律上用语是这样 所以会判施用而已 可是要小心的一个点是 如果你持有达到一定数量以上的话 那你持有会另外被论一个罪 二级毒品的话是20公克以上 如果你持有到一定的量的话 你就会再被多论一个持有 就会被变成宿罪并罚 而且在食物上如果你持有的量过大 很有可能会被认为说 你是有想要贩卖的意图 而改论毒品危害防治第五条的 意图贩卖而持有 他就是五年以上的有期徒刑 基本上是一定要进去关的 但这是一个派别啦 也有另外一个派别认为说 你不能只是因为他持有很大量 你就认为他有要去贩卖 因为毒品这种东西 毕竟就是他比较难取得嘛 所以你有机会拿的时候 你很可能就会大量的批发去囤货 对 那除此之外呢 一开始这个新闻 有一个有趣的地方 就是汤宇他有一个解释 他说这个大麻 是他不小心从泰国带回来的 其实看到这个报道的时候 我觉得找律师真的要快 因为你讲你是从泰国带回来 基本上你就很容易多卡一条运输 依照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第四条 如果你有运输二级毒品的话 那是10年以上 最终会到无期徒刑 那他有这个运输的可能 有需要证明吗 我觉得他会辩解的会是他没有运输的故意 因为他讲是说 我不知道为什么会出现在台湾 他讲说 我在这 怎么可能 没有那么容易嘛 其实台湾运输还蛮容易成立的 基本上你私用的人 即便我今天从新北市 我家住新北市 那我今天决定去台北 跟我的朋友一起 从新北到台北 就已经是运输了 而且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印象 就是过往其实会宣导 在机场当中 我们不要随便帮人家拿行李出关 因为那就是非常有可能里面有毒品 那如果你这里面有毒品的话 你就很有可能被追究运输 所以汤宇这个解释其实非常薄弱 因为你在泰国有抽 那你到底是抽了 你带回来的量又到底是多少 这些都有可能会构成运输故意 所以老实讲他讲泰国这个点 我觉得是很不ok的 就是没有跟律师讨论过 那为什么要说泰国 有人知道吗 你以为在泰国合法 带回来就也合法吗 我自己有一个想法 就是如果你说 我是在台湾买的或我在网路上购买 检警下一句话一定会是什么 以我们的经验 他一定会问你跟谁买的 上游是谁 那非常有可能不敢说出上游 还是他自己就是上游 不敢 不敢供出上游或没有上游 但是也不排除他就是真的比较傻啦 他觉得泰国合法 我从合法的地方带进来 应该不会有事 也不排除啦 大家应该会很好奇 就是接下来这些网红会发生什么事呢 我们先解释一下刑事上的流程好了 基本上你居提到案之后 就是警察讯问 警察讯问之后就换检察官复讯 那检察官复讯之后就会决定 你是不是要被羁押 法院裁定你要羁押的时候 不好意思你就要先进看守所 但这个时候不代表你有罪 那如果法官驳回羁押的话 你可以在外面成为一个自由生走来走去 但也不表示你就无罪 接下来你都不管你在看守所还是在外面 你都要配合调查 那看检察官有没有觉得犯罪有打一定的程度 他就会决定要不要起诉 那起诉之后就是法院审判嘛 审判判完判决之后呢 判决确定才会是有罪无罪的这个定论 那像Toys他现在就是在上诉中嘛 他就是拿到一审判决了要上诉二审 对 拖延入狱时间 那羁押这件事情要看什么 很多人会觉得说什么 无保请回或几万块交保是不是就没事了 是不是这个时候司法又不公了 又有恐龙判决了 其实羁押不是这样 羁押看的事情只有两件 就第一件你有没有逃亡的可能 第二件你有没有串供的可能 所以反过来说 假设证据确凿 我什么东西我都收到了 然后你也坦承了 那外面也没有什么共犯了 案情单纯的话 基本上就不会有羁押的必要性 因为我所有证据都拿到了嘛 我干嘛怕你怕你去哪里呢 而且如果罪不中的话 我根本不怕你跑 因为不会 逃亡就等于说你要放弃你所有人生了嘛 那如果只是一个两三年的罪 大多的人不会逃亡 所以依照检察官根本没有申请羁押这件事 其实应该可以确定啦 这些网红比较大的可能性是只有稀释 所以最狠勤 那他们也有坦承 也有配合验尿了 那当时是具体的嘛 该扣的都扣完了 所以基本上他们应该是没有卡 贩卖跟运输啦 好像昨天晚上汤宇的律师 其实有改口说 没有运输这件事 没有从国外回来这件事 那是从哪里 那他为什么要这样改 突然这样改口呢 因为我们处理毒品案件的时候 有一个很大的重点叫做减刑 我们去增值贩卖运输 这个是非常难增值的 因为台湾的法律 就是把这些行为的太阳扩得很大 你从新北市到台北市都叫运输了 你只要把毒品交付给别人 基本上除非你是无偿 不然都叫贩卖 你对当事人最好的方式 就是帮他增值减刑 法定上有两个减刑要件 第一个是自白 如果你在侦查跟审判中 都有承认你做的事情 那基本上你可以减刑 减一次刑 那另外一个就是所谓的供上游 就是你只要供出毒品的来源 因而查获其他正犯或者是供犯的话 你也可以减刑 所以为什么汤宇的律师要改口 有可能他们就是打算要供上游减刑 如果你在泰国 你在泰国合法买的 基本上你没有所谓的上游啊 你没有所谓的正控犯 你根本不可能用这条件 但如果你把真正你买的人供出来了 只要减刑能确认那个人是谁的话 基本上你可以减一次刑 假面说他网购他不就没有办法了吗 绝对没有办法减了吗 网购你可以 尽量提供罗 你把你到底在哪里买的啊 网购跟卖家是谁啊 你到底跟哪个网路买的啊 那你怎么面你怎么交货的 可是我觉得他有点吃亏 就是那你如果是用记的话 搞不好也卡一条运输 但是目前没有被听说他要被卡这一条 有可能他已经坦诚了 但检察官最后起诉他什么 要看检察官最后的意思 所以如果他是邮寄的话 最好是面交啦 面交比较不会有运作的问题 或者是像有一些人会说 在酒吧里面有某个黑人给我的啊 甚至我有听过 有我的当事人有说过 我去酒店 然后出来的时候 我包包就多了一个大麻 我也不知道哪一个妹妹塞进去的 如果单纯稀释 接下来他们会发生什么事 如果是出犯 基本上你认了就可以还起诉 还起诉的要件是 最轻本刑三年以上有期徒刑以外的刑 那我们刚刚说吸食是三年以下嘛 所以他符合这个要件 检察官什么时候会认为适当 就是你有承认 你没有在那边狡辩说我没有吸 然后结果验出来有 你有承认的时候 检察官就会认为适当 他就会给你还起诉 那还起诉基本上你只要过一定期间 没有做其他犯罪 也没有撤销的情形的话 这条犯罪就不会再追究 但他通常会有个附加条件 那个附加条件就是大家 很常听到的借饮治疗 借饮治疗跟乐戒不一样 借饮治疗基本上只要你是出犯 然后看起来应该是没有什么成瘾的 状况的话 他就会让你去做借饮治疗 固定时间去医院 关护人那边做报道的话 就可以了 你就可以是一个自由生 你就可以正常上班 不用被关起来 可是如果你很常很常犯这件事情的话 你有可能会被乐戒 那乐戒就是检察官申请之后 法院裁定OK 你就会被关到乐戒所 当然他是比看守所舒服啦 因为他其实就是医院的概念 通常是一个半月到两个月是一个单位 就看你乐戒状况 最常我有听过被乐戒到一年的 所以Jomene跟蕾拉他们 我想最大的可能性也是这个样子 假设他没有卡到其他运输的话 对 encouraging woo 的人 我换了什么 我换是我换是 Natalie RAM Ingrt